大家好,我是阿庄老师 有粉丝问我,他只要到了晚上 心中就像堵着一把火 把困意全部消灭了 整夜都睡不好 手脚心还会发热 这股火在心里闹得很不舒服 甚至导致肌肤也很干 现在冬天 皮肤碎屑多得像水花一样 我告诉他,这多数是阴虚了 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变成这样呢? 喜欢熬夜的人 晚上熬夜相应 或者中老年人 随着年龄的增加 阴的物质不断衰减消耗 会导致阴虚 在树问阴阳印象道论 也有说过这样的话 年四十而阴气之扮演 那怎么办呢? 我们的脚上有一个 滋阴降火,引火下行的穴位 就是涌泉穴 涌泉穴在我们的脚底 我们泉足时 前脚掌最凹陷处 这里就是涌泉穴 脚到穴位后 我们可以稍稍用力点油 用拇指压住涌泉穴 用力按住 然后旋转点油 保持适度的宣向痛感 点油三到五分钟 然后再换脚 涌泉穴是圣经上的穴位 它是可以引火下行的 达到滋阴的目的 经常熬夜的人 整个人都格外的暴躁 每次按摇完涌泉穴后 就像干旱的大地 迎来了久违的降雨 从内到外感到身体舒畅了 平时容易像火 总感觉口干舌燥 手脚心发热的朋友 就可以多刺激这里 还有一个更好的 引火下行的办法 就是泡脚 现在是非常适合泡脚的 泡脚的方法很简单 用温朗汤泡脚就非常好 温朗汤是十大名方之一 到了现代 这个方子尤其得以发扬广大 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它的组成很简单 茯苓 拌煞 鸡石 旧干草 陈皮 竹如 这六位都是常见之物 没有一味是名贵 但它们组合在一起 就能发挥神奇的作用 罗大伦博士也非常推卷 现代人用温朗汤泡脚 他的书中还专门介绍了 温朗汤泡脚的用法 把上述材料熬成水 大火煮开后小火再煮十分钟 滤出汤汁就可以泡脚了 早晚各一次 或者也可以用我手里这款现成的温档汤来泡脚 非常方便 这是一小包 一大包里面有十小包 每次放一到两包即可 没有时间煮的朋友也没有关系 直接用废水泡开 待水温到四至二度左右即可泡脚了 水要淹过脚背 泡十五到二十五分钟为宜 小孩子也可以泡脚 时间简半 好 今天视频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